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加《职场新角度》网上讲座系列 营商解码 创业与 轻业 我是思培 管理学 工商管理学 事毕业生 现在从事网络媒体的工作 同时也是一位电台DG Hello 事务组来 在上个月推出了全新一辑的《职场新角度》网上讲座系列 我们有邀请不同领域的职场达人 校友 分享一些实战的心得 而来到第二场讲座了 《营商解码 创业与 轻业》 我们请来校友 陈麗仙博士跟大家分享他的 《创业与 轻业》的秘诀 首先让我先介绍一下陈博士 他除了是通识教育学士 工商管理碩士课程毕业生 同时也是 李建德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集团主席兼执行董事 同时也是设计情报中心创办人 同时也是香港名设计施协会会长及创办人 还有 遵知教育中心创办人 欢迎陈博士 谢谢 大家好 非常开心可以请到陈博士上来 和我们分享他的实践的经历和心得 首先在正式开始之前 提提各位观众 如果在我们的讲座进行途中 有任何问题 欢迎你在Zoom的Q&A 可以写下你的问题 稍后我们就有请陈博士 帮我们解答 我们正式开始了 我知道陈博士你有很多不同的经历 不如由你的创业之路开始吧 首先我知道你开设了这个设计公司 超过二十年了 当时你所知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 其实是什么原因去驱使你 去把心一环去创业的呢 其实当时为什么在这么多的行业当中 会选择室内设计和装修的呢 多谢师傅 多谢都会大学给这个机会 给我的个人分享 但是我想着今天呢 除了个人的角度呢 就想讲容易一些 由个人呢 就尽量用多些关键字 希望大家呢 就用一些关键字之中记住 或者是收到一些东西 有时讲个人的故事呢 就不是那么多人喜欢听的 除非你真的是明星啊 或者是真是很出名的人 所以人都是自我中心的 所以我们就会尽量讲多些为什么呢 如果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生涯规划 生涯规划可能是最近 或者这十几年的事 但是我反过来说 我就不是很相信生涯规划 因为虽然有些字是你学了 你接收了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要自己 用梅贯通明白了 然后我不相信生涯规划 因为为什么呢 我当时就觉得 我在政府宫里面做事 看到了 好像看到前途 看到未来 一眼就看到结局 有一句戏里面的对白 叫做一眼看一生 这句话 今天我想起来 也很形容 当时为什么我会跳出来去做事 放弃政府宫了 出来去做吧 出来之后 其实我还没创业的 其实呢 好像很简单 其实出来之后 我其实做了很多事 包括我做过小贩 小贩呢 这个小贩我其实是卖报纸的 是 又做过这个通宵的茶当 又做过地产的代理 又做过行街 这些那么多的职业 就很给到我一些经验 后来我就选择了室内设计和装修 因为它大家有一个共通点 那么多的职业都好 它钱和收费的 我就觉得挺好的 都是为了钱而已 那我就不想太多了 就开始了做装修和室内设计 后来就一直在做 亦步亦吹一直在做 那好像刚才问到 就是说 有没有人说 哎呀你不要做啊 或者有没有一些反对啊 其实 我们当时呢 都是一个时代的无奈 家里的兄弟姐妹都很多的 不过大家都不理了 都是在讲生存 他呢 就不理得你那么多 大家都是生存 大家都是去做事 那就没有什么声音的 但是反而呢 我的同事呢 我就要多谢两位了 一位就是想我死的教官 想整死我的教官 我多谢他 那另外一位呢 就真的是在我做的那时呢 是很帮我的第一个白乐 那他就教我很多东西 也都很培育我 那有人临走的时候 就跟我说 喂你这个report很难买的哦 买都买不回 你想清楚哦 那最后我都是 有写才有得的 那我就想一下 啊 心思熟虑 那啦 所以现在就提醒大家了 虽然是个人的故事 如果大家在这个 正正在这个 准备跳出安全区啊 又认真计算过数啊 又想想一下自己 跳远不跳之间呢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你会不会为了 你做了的而后悔 因为为了你没有做的而后悔呢 如果你想想这句话 你就可能帮助了你去决定 你会不会跳出去 做一个新行业 或者是去创业了 嗯 好明白了 我们现在回到自己就去想一想 那接着下来 这条问题就是很想知道呢 因为本身你不是洪富之出生 刚刚进入这个装修设计行业的时候呢 经历当中其实都遇到很多东西的嘛 哦 其实是的 我们好像刚才所说的 你跳出来之前要给人家加倍的努力 又会辛苦多一些的 那我跳出来的时候我都没有理的了 什么都做 什么都去试 那在我们这个行业呢 就有分开了商业啦 又分开了住家啦 我自己曾经做过的工种呢 说在装修里面的工种也很多的 包括酒店啦 机场啦 学校啦 医院啦 那其实我都做了 学了很多 那但是呢 我就发觉到呢 原来我做这些这么多的商业上的装修呢 我一定必须有一个向上管理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关键字了 有一个向上管理的意思就是说 我必须是一个 譬如举个例子 我是要做学校的 我一定要明白学校里面的东西 我有做机场的 我也要知道机场的运作 那我想想当时我的资源能力是不够的 那我就觉得我自己未能够向上管理 那最后呢就选择了住家 住家呢就是会容易收些钱啦 那我们觉得在开始的资源能力方面呢 就应该要是 是比较 如果转流会快些 那至于说有没有那些人会 说你啊 笑你啊 其实都是的 我当时的其实也是因为知道自己的经验不足 那你由一行不懂的 跳到另一行里面 你是不是要去卖一些知识 或者卖一些经验呢 当时我就选择 就是找了一些很强的 很强的后勤工作的人 那我自己做前线啦 希望强强合作 那我不管自己赚多少钱 我就会用了 比较卑微一点的利润 是除了得了利润之外呢 我在很强的后勤里面 学了很多东西 那在这段时间呢 那有很多人都笑我 就说你赚的钱好像为人赚钱 但是他就忘记了除了赚钱之外呢 我赚了很多学识和很多经验啦 我久而久之这个强强呢 我就在当我强强的团队退休之后呢 我很顺利成章的接了自己的团队 和我去overcome到我自己的团队啦 那所以在一段时间都会 是虽然被人笑 但是我都会有个初心 明白自己是应该要这样开始 那我是没有怀疑过自己的 那所以笑是一件事啦 那我们是坚持和继续的 嗯 就是遇到别人笑你 千万不要却过 还有呢我觉得他刚才看得很好 就是一开始没有计较太多的利润 首先找一些有实力的团队 一起建立了一件事先 让自己可以 就是重心稳定了 然后你就慢慢就会自然地 标到上去了 没错了没错了 这个真是学得了 这个可以值得参考 还有只是这个真人真事的经验来的 是 大家记住抹下啦 然后我也想知道呢 其实因为室内设计的行业 其实竞争都挺大的嘛 那其实你怎样可以在行业之中 找到南海 让自己的公司在市场中可以站稳阵脚呢 那会不会就是 帮公司啊 找一些独特的市场定位呢 哦 其实就是这样的 没有说什么南南海啦 在那段时间都是很流行这个南海这个字的 那我就会发觉到呢就是 我必须要找到那个行业里面 自己的特性啦 或者自己的强项在哪里啦 那 反而有一个 一个关键字就是了 我当时做了一次叫破坏式创新的 那是怎么破坏式创新呢 那我举个例子呢就是 譬如当时经常都拿一些案例 虽然是很old school的 什么 非想啊 会没有了啦 数码代替啊 那我们在想一下 我们学了一个知识 我怎样可以将这些 这样的破坏式创新 推入自己的行业呢 当时呢其实也是一个 这个行业也是困难的 它包括是又要做Design and Build 那也都有一些有文有舞的 那我就发觉到 如果我能够可以在这个市场上 做第一个破坏式创新 是做Design and Build 的时间呢 我就会做到一个南海啦 那时候真的都挺痛苦的 一来你要是 真的懂文方面也都要懂武方面啦 你画到那些图就不会做 那你就很头痛的嘛 那我们呢就很努力的 我自己就是创立了 和开展了 那到今时今日呢 很多的同行 不用这一样东西是生存不了的 那大家也都不忘记了 原来现在是一站式服务呢 是讲讲讲讲的那麽信 其实以前是没有一站式服务的 就是One Step Solution 这个Terms呢 就是你完全为那些客户去解决问题 那其实我在今次的南海 我就可以觉得是一次一个破坏式创新 一用用了都很多年了 那后来第二次的南海呢 我就觉得是 是一个持续性 在这个行内的黑板印象呢 就是说做成设计 就是装修都是坏人来的 奸人来的 害人的 那也是事实的 数据都给大家听了 很多投诉 消费者委員会有很多投诉 海关有很多投诉 今时今日只会越来越多 那我就认为呢 这个也是某个地方的南海来的 你只要做到 你认为人家觉得你不是这些坏人 你可以能够继续努力去 打低所有的黑板印象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南海来的 没错没错 就是找到究竟市场上面 有些什么的缺陷 或者有些什么问题 大家是觉得不满意的 那我们就捉住那个位置 就是他们发展的空间 没错了 谢谢陈博士 那成功创业之后 那我知道你在市场上面 也都占了直位之后了 我也很知道是需要很多时间去 就是经营和管理 才令到生意可以一路发展 一路这样去一路上一路上 那创业二十年 其实无论市场 经济和文化潮流 其实都有非常大的转变 那我想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对策 是让你的业务 不单止可以稳健 还可以一路向上扬 那我又不敢说 不过有一句说话 又是变幻原始永恒 是 关键字了 因为老板又要知道 打工也要知道 不是老板要去面对变幻 其实打工仔也要面对 每次的不同时间的变幻 我又觉得能够在难关过岛就是英雄了 因为 只要有生意 有事发生 永远那个 那个 norm 就一定是高低高低的 不会说Fat的 如果Fat的就是心脏停顿 即是说Certified 即是换句来说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是捉到一个脈搏高低的时候 我做一个Loma高低 你要记住 请你创业的时候 可不可以在山脚创业 可不可以接近山顶线去创业呢 好了 你接近山顶创业 或者出去跳出安全区的时间 你是否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去令到你自己有点透气 好到低的时间 测下来 如果你要去决定一些你不做的事 你又要做好一点点决定 他就告诉大家 前年他已经想到一个问题了 前年到今年的 其实那个沉入成本是很大 如果你在捉到一个脈搏之下 你就可以做到一个sustainingability 可以持续去发展 未必一定是飞扬去飞了上去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那么多年 二十多年来的经验 我们每一次大的跳出的缺口 是不是在上去的时候 是在跌的时候 我们才是跳出缺口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 看看你会不会捉到一个脈搏 明白 其实在某一个重要的时刻 你就要早点下决定 没错 那就更有得改变 OK 接着我想问 常言到了 创业难 手业更难 其实创业我们时时都要冒险 但其实很多时候 创业家 他可能在生意未上轨道 疫情就已经难却了 准备打退行股 又或者可能真的遇到很多困难 而没办法 即是没得坚持 而放弃 其实你有没有这种的挣扎 曾经出现过呢 又为什么可以坚持到现在 都还这么充满热情呢 哦 又这么说的 数就一定会计错数 嗯 我不相信每个人一定是每一次都计对 当你真的计错数的时候 我刚才提过一个寻入成本 如果你要承认 你是真的没得救 那你打退堂股 不是一件不好事 其实我们退了 不是说给别人听 明天不开东山再起 坚持这个字 大家会是听 感受 但是真是能够做的人呢 我相信不是很多 我也都很恭喜一些 好像我那样呢 曾经是很差很差 已经是完全 完全total loss之后 再可以弹回起来 如果你没试过 我们是没办法解释到 这个情况给你听 如果你有的 我也都恭喜你了 因为你的人生 非常充实 那我也都不想你去试 不过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遇到最差的时间 你都过得到呢 我相信任何困难 都不是一个困难 那刚才提到 你会不会有些 懷疑的时间呢 有的 嗯 一个例子 我忽然间 我太太跟我说 不过我很多谢她 亦都很支持我 我太太回来跟我说 行不行啊 每个月吃饭 吃了很多钱啊 这样 真的 这个真人真事 吃饭 每个月的吃饭 很多钱 吃饭是跟公司的人吃饭 那我就沉一沉在想 其实她肯回来吃饭 肯说那天的问题给你听 我不要管了 你相信我 我觉得是可以的 那我太太已经没有再问了 那这个支持 亦都是令到我的热成 是继续下去的 那亦都是 很难得 有个不问不问 支持的太太在后面说 你去吧 问完这个问题 你亦都相信你的决定 这个是非常难的 那所以呢 这个能够保持热情 你的家人啊 或者你周围的员工 也都很重要 那也是一样东西的 如果你找到一份工呢 需要你的 需要 是一个好的 是有钱收的 亦都能够成为终身职业的 那我相信你应该继续保持这个热成 那我觉得OK的 这个热成就是我觉得我是有贡献 还有我觉得是真的可以贡献到社会 嗯 还有我相信保持热情呢 刚才都好像陈博士那样说了 旧身边人的支持都非常重要了 他给点掌声太太 好了 那接着呢 其实成功的例子 我相信都很多人会去参考 其实呢 过去 我都知道你很不论识自己的经验的 都周围会分享很多给其他人听 其实有没有引来同行的注目 甚至被人抄袭呢 嗯 抄一定的了 抄到七彩了 是吗 这样的 其实抄是对的 我都在这个以前的OU 这家IMU 都一定写了这个Benchmarking 那个标杆效应 出来做事 第一时间要站在那里 标杆效应对你非常之好 那我们找行内最好的 我们模仿一下它 那在我这么多年来 26年前我改了公司 叫Design Information Center 那些名字的时候 我没有用陈礼善的名字 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去做 那我就觉得当时 我的眼光就是说 我用着一个sharing的念头 在当时的情报中心 听起来 好像国家机密 我去哪里都搞不定的 也都被人笑的 我是情报中心 接着他回答我 我是长江七毫 哈哈 那我以为 一个冷笑话 黑色幽默 但是其实想想一下 今天很多东西 什么都是情报 或者什么 旅游情报 饮食情报 其实我又觉得 有人抄你 也代表了你的成功 但是 但是 这里又有但是 抄人应该要有一个 终点 或者应该要想到自己的文化 和自己的品牌 因为文化和品牌 是抄不到的 因为品牌是你的 这个很简单 抄不到 另外文化这件事 每间公司是不同的 你抄到外表 你抄不到肉 你又不明白 别人为何这样做 你又不知道 他为何这样的文化 所以文化 对一间公司 是非常重要的 你抄吧 我完全淡 告诉你 你也抄不到我们的文化 是 如果说到文化 其实你对于公司的文化 公司的特色 很有自己一套的想法 是 你觉得文化上 我听到你应该对员工是很好的 七夕回来吃饭 有些什么是管理员工的一些 你分享一下 有什么心得 其实管理员工 在管理员工 我其实没有管过 我觉得大家替书都可以做到 一些法律 或者写了的规章 大家都做到 那是日常的活天工作 但是 大家可以提升到一个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或者考虑一下 我对所有的员工 是当作是我们的 内部顾客 我当作是内部顾客 因为 为什么呢 既然我都可以 服务这么多顾客 但是我所有的员工 都是我的顾客 我服务他们的 除此之外 我由头部门到尾部门 也好 麻烦一个部门 服务另一个部门 如果他们能够用至大家 虽然是同时 但是也当作是顾客 我相信你公司里面的磨擦 以及 那个 Efficiency 和Effectiveness 都会快很多 所以这个 内部顾客这个想法 其实我用了很久 我觉得我 都是希望来到我公司的同时 两样东西 第一 希望他找到钱 第二 就是希望他找到个权 如果在这个媒体里面 和这个平台里面 可以给到钱 和给到权力 他呢 我相信是可以的 这个很简单 就能够令到 整间公司的向心力 和归属感 会好些 然后 如果你能够 感性一点 做到一些事情 令到所有员工 能够有些归属感 安全感 幸福感 这个是被尊重 这个 如果你做到这几个 就相得激将 你可以去到一间公司 问一问他们的感受 用这些问题 你安不安全 你想不想走 这些你就知道 那个员工满意度 有多少 真的很好 看完之后 我也很想去 陈博士工作 有幸福感 还会照顾我的感觉 其实我也觉得是 作为一个员工 如果你被公司尊重 其实这件事已经很远 有时 可能你的工资 未必跟公司差很远 甚至少少 但是你工作得开心 你就会愿意 是 接下一个问题 我知道你创业之后 你都不断去进修 非常好学 在我们学校 完成了MBA的课程之后 又继续进修博士课程 其实为什么会有进修的念头 以及进修 其实帮不帮到你公司的业务呢 其实生命短暂和秒少 生命短暂 知识无限 我觉得学习 帮到我有很多东西 首先我没有自己特定的宗教信仰 我觉得知识是其中一种宗教的知识 其中一种信仰来的 在终身学习 我亦都很多谢 这个广告时间 真的都回大学 给了一些机会 像我们这些中途出去 读完中学没有读书的人 我42岁才开始读书 没有说早没有说晚 读到今天 我仍然继续在读书 我相信知识是令到一个人 不会忌穷 起码学到很多一些 刚才我所说的关键词 你能不能够用 可不可以去传递 可不可以承传 这一切一切都是知识可以给到你的 亦都可以少少分享一件学习的 都不是辛酸的 不过亦都有一件很值得鼓励大家的 不要说辛苦 我不知道你们有多辛苦 但是我这样的感觉 我有一次真人真事 就是我的工作去澳门做事 其实我在澳门做事的经历已经有18年了 经历了澳门的好黄金时间 当时我过了澳门做事 我有一堂要回来顺德上堂 顺德中心 顺德中心 当时的顺德中心 可能现在是历史 但是是回来上一个小时的堂 当你搭船到澳门 搭了回来香港顺德中心 上完堂了 接着你怎样呢 买票回到澳门 但其实可以搭车回家 大家可以想想 当时的刹那 那个感觉 你会怎样呢 本来可以回家 但是继续回到澳门做事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 个人的读书的经历 至于你说能不能够帮到我的经验呢 其实可以验证 验证了我自己 当我自己做生意很有天分 当我自己做人很有活力 但是很多一些字眼 一些词 一些理论 都能够解释到我现在正在做的事 对不对 除了验证 又可以令到计划 计划之外 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知识去做 接着最重要是说服和感动别人 知识一定帮到你 嗯 所以大家有时间 可能你会觉得上学有时候很累 好像藤博士刚才说 哎 回来想一个小时 都特意搭船回来 然后再搭船回去 哇 这个坚持真的很难得 真的很累的嘛 你收了工之后 那种心情是难以形容 不过好像都是昨天的事 啊哈哈哈哈 仍然厉厉厉 是啊 其实接着呢 就很想问一下你 因为除了 就是 扩展了室内设计的生意之后呢 我知道了 你亦都公司 又涉及到培训的工作 室内设计的培训工作 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些计划呢 因为我经常都听到 有些人说教识徒弟没有师傅 这样做 其实你不担心 增加了很多的竞争者 哦 其实呢 首先师傅应该要进步的 哦 我不相信教识徒弟是没有师傅 因为师傅不进步 那其实他应该是退休 不是因为没有了师傅 那第二件事就是 其实呢 我觉得 教人是一个胸胸和格局 这个格局这个字 其实都不学了很久 那不是三言两语明白 什么叫格局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 都是用了一个承传 人生除了你得到应该自己要的东西之外 承传是对一个人的拆存在感 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没有用 你根本是没有办法承传的 那我教识了真的很多人 那也都教了很多竞争对手出来 那但是在Fearly里面也有说过 Product都告诉我 五力的理论 一定有后来加入者的啦 一定有竞争对手的啦 但是如果这些竞争对手 和后来加入者是你教出来的 你的文化的 起一下他 最少是一个好人的 那我用了好人的良性竞争 就是大家一起为社会进步啦 只要是良性竞争 好过不是我教出来的 他们出去骗人啊害人啊 那我不如就教多些 能够一起去 大家一起良性竞争会好些啦 所以我就觉得 教人亦都是一个福分来的 可以有能够的机会去教到人 有多大的胸襟 就有多大的未来啦 嘩 听到之后呢 我觉得是学到很多东西 除了自己好之外呢 亦都很想传承下去 我觉得是非常之好 那继续讲下去发展方面啦 我知道呢 其实除了本地市场之外呢 其实近年政府也都很大力去推广 大湾区的业务和发展啦 那之后你的公司 也都有进军内地的打算啦 那其实你认为 进入内地市场之前 有没有还些什么准备 有没有一些难关 你都预计可能会遇到的呢 其实这条都是计数题目来的 如果当我们计数是五五计呢 就请你三思啦 或者深思熟虑啦 但是如果现在看到很多数据和一些支持呢 我觉得已经超过五 六四七三 甚至乎八二的了 那当然啦 你不要听完我这句话 那你就买票走了 立即去逆隔离回去 但是大家小心点啦 刚才记不记得 我要大家更努力 可能两倍或者三倍的努力 才可以跳出一个安全区 去创立一个新的事业 还有刚刚我们的駱惠宁主任 都在前几天已经说了 又叫我们的商家去支持多些香港的青年 回去国内做事 这个真的不停是在出数据来的 那如果当你在字面上 Paperboard里面计过是很多benefit 是很多优惠的条件的时间 应该去的 就计数啦 计完之后 你就要最重要一个terms 就是这个在地知识 我再重复叫做在地知识 你的在地知识就是 就是如果你在湾仔做着 你想去香港仔做 或者你想去将军澳做 你一定要知道 将军澳里面的情况是怎样的 你首先自己的区域 都没做好的时间 你就去到别人那里 你不够在地知识 你会很差 还有你记住就是要清零 不要想着自己以前所学的东西是很厉害 我当我现在很厉害 我告诉你我也会清零 完全零了之后 他重新一个新地方 学习他们的文化 大家要听过深圳速度 或者听过别人那些加班 是他们的荣幸 努动是他们的幸福 这些虽然是一些slogan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别人会创立出来呢 这个是我们很需要去明白 和了解当地 我们才能够做一个猛龙能 才能够过江 还有如果我也是贊成去大湾区 或者去远一点的 原因是怎样呢 我刚才又讲过的一眼看一生 我看到你香港就是这样的了 我们要做一个目标出来 是一个很有神秘感的 或者原来一个毫无限性的 一个地方 一个大湾区是可索性很大的 如果一个人 多大志向都好 他不会这样 因为这样 看你公司看到最后的终点 而起码他可以看远一点 会继续留在你公司 所以大家真的计算一下 天下之行 始于足下 所以走第一步是最重要的 走完之后慢慢继续努力 一定会有不同的化学作用 知道知道 这次很想知道就是现在的情况 因为2003年的时候 沙士亦都影响了全球 香港人都没有行动 那时候在香港的市场 有产生下跌 其实很多市民都不敢入市 但我知道你在那时候 正正选择了就是 扩展你公司的业务 其实为什么那时候 会有这样的决定 而扩展之后 其实对于日后的发展 是不是真的有帮助呢 快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其实快的意思就是这样 大家还想起一件事 其实每一次灾难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沉入灾难之中 我很记得当时我会叫大家 醒了 大家不要再沉醉 是惨的了 但是惨我们仍要生活 那我就觉得当时 就在那个时间 我们很需要人才 我们这班人才就是 在人家公司最好 最擅长的那班人来的 试问一下 一个君主未去 一个忠臣 怎会在一个 很好的环境之下 会背叛君主呢 既然在这麽差环境 他的公司倒闭了 他没办法不跳来我们公司的时候 我当时是拿了很多人才 以及吸纳了很多人才 这班人才成为了我们公司第一梯队 直到今天 也是我们几十个领导之中的 其中一班 所以虽然它是一个很差的环境 但是有危也有机的 是的 佩服佩服佩服 原来这个时期就是找人才的罪 是的 没错 那又说得对 正常一间很好的公司 你又不会走 它遇到这些时候就是 你的机会了 明白 如果20年之后 其实我们全球现在都遇到疫症的侵袭 其实这个时间 甚至它持续得更加长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 跟当时的情景相比 其实沙士和现在的情景 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你觉得是不是都是差不多的情况 有差不多 亦都有不同的地方 是 沙士的时候是全球失败的 嗯 今时今日呢 有很多在疫情受惠者的 我们说到很简单 刚才在开车来 医食住行里面的 吃两送饭 做三年 没问题了 这三年发答了 所谓的疫情受惠者 当时是全球失败 但是今次的新冠疫情 是不同的 有少少不同的 它是很 除了有受惠者 包括我亦都 今天知道 有一家地产公司 就聘请了三百人 那它为什么会在这些时间 再聘请人呢 亦都是 这个每一个环境有不同 第一个不同就是这里 第二个不同 就是当时的不确定性 是很强的 今天 可以是一个确定性 因为确定的 本来是第一年不确定 我们现在去到第三年的时间 它是一个不确定的地方 去到一个确定的地方 到最后第三个不同 就是当时的沙士 有人有钱都不敢用 但是今天 香港的资金存量 是不少的 大家的 拿着手的 cash 亦都是很多 那这些 看一看是否一个 显示给大家 是不是一个危 还是一个基 是不是一个 还可以去发挥下去的日子 但是 反过来 现在我们觉得 不确定性 就不是在疫情 那里 是在疫情之后 每个通关 或者是全香港的人 开始要去旅行的时间 开始是没有生产力的时间 每个员工都要去旅行的时间 那你的香港是一个很紧急 和人才真空的情况 会出现了 明白明白 好了 如果 香港的业务 与经济 与楼市息息相关 现在疫情 其实我们都 刚才说到 虽然有劳动力 但是其实经济 也有少少下滑 因为我们没有了游客 移民潮 但是又为楼市 带来很多的交易 其实你觉得 这个大环境 你自己看 觉得危多还是基多 如果危多 如何拆解呢 以我们这个行业 或者很多行业 其实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其实以自己公司 其实占整体整个市场 其实是很小的占有率 我们在年报里面也说过 我们只是占全香港的占有率是2% 那我们在那里想一下 如果你能够将你的2% 再去增加 其实无论任何的大环境 我觉得都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就可以大家反问一下自己 是不是真的一个环境里面 如果是恶劣到这样 你是不能够在里面一些空间都没有呢 其实有一句说话都是 不患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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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不均 只要那些生意是平均分向 分给你 我相信这是一个机会 我举个例子 如果在这个时间 你能够是 抢了一些 排队尾的 公司的生意 那你仍然是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的 我们觉得 未来的日子 最头痛不是在疫情 我们觉得在疫情之后 那段时间怎么适应 才是一个最深的学问 明白明白 好了 那最后一条问题 就是 其实这段时间 你自己的营商策略 其实有没有因此而改变 刚才说到 其实都预计 已经有 有没有一些 预计了的一些策略 准备会改变 或者你的心态是如何呢 其实呢 策略会有少少改变 反而呢 反而呢 我会准备去慰勞 怎样去慰勞 这班员工和大家一起熬了几年 这么痛苦过了这几年的日子 那我觉得 始终在人才方面 一定要更加锁緊 因为 人力资源 就是你的资源和你的能力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范畴 来的 我们未来的日子 可能我们更加要编排好 他们准备 怎样去放个长假 那个出现的 一定要做得好 要不然呢 会真的出现了人才真空 至于你说 今次身为一个领导呢 和心态上有什么改变呢 其实我以前呢 还有一样不相信的 就是叫做公司的生命周期 我经常都太自负 带个自信 以为呢 公司是可以没有生命周期的 为什么人家都可以 都一百年酒店啊 或者是三百年公司啊 那 他当中一定有他的原因的 那原来我 今次的逆境呢 给了一个很大的提示 我呢 就是说 一个人的力量呢 是面对不了很多事情的 在三年前的 三年几年的之前呢 其实我一早就响了 红色警报的 一个海啸级的警报 我就和我那班同事 第一梯队的同事说过 大家真的要努力啊 因为为什么呢 我好觉得我有点累 还有我觉得自己会有点失信心 在当时呢 我就会跟大家说 那今次的难关 你不要想着我跟你过 我们一定要这班人一起 带领我们所有人一起过啊 那今天 很开心 这班同事呢 做得很好 也都证明了一个领导呢 是一间公司呢 不是最重要的 反而是能够令到一班人 和你一起 带 面对这个难关 也都证明了一样东西 告诉我 最大的力量呢 就是团队的力量 所以呢 也都很开心呢 在这里 这个心态变了就是说 原来呢 靠自己 和靠团队 不如靠团队吧 是 感受到 我觉得非常之同意的 还有呢 我觉得陈博士真的非常之厉害 就是除了自己一个人领军 决定了所有东西之外 其实他也都相信他的团队 我们一起去努力 这次也证明了 团队的力量是大 个个人的力量 嗯 学到东西 好了 其实除了我学到东西 相信大家都学到东西 其实接着下来呢 也都很想有请陈博士 帮我们解答一下一些问题 因为呢 刚才也都陆陆续续收集了 很多大家的问题了 那有请陈博士帮我们解答 希望大家答到大家的问题 那 那第一条问题呢 就是说 那他知道呢 陈博士就是 擁有设计情报中心啦 那也都知道 你参与过很多的 室内设计的project 我想问了 其实一个人呢 他要加入一个行列 或者开设他第一间公司呢 之前是不是一定要有相关的经验呢 就是你开始设计 装修这个行业之前 其实你是不是已经有一些 相关经验才开始 还是说是 我开了才算 其实是没有的 哦 其实真的没有的 反而呢 我觉得你要的 Headic Quarter Thinking 抽高一点点 其实这个环境是很影响你去创业的 再加上呢 如果能够 如果能够 你去选择行业 比你懂的行业更重要 当然啦 如果你做到一个行业 是你自己有兴趣 又有钱 又是需要你 还有有reward的 哇 我恭喜你了 但是我相信 兴趣艺术 或者很多东西 是想的一边的 至于你是否说要跳出去 去做呢 走到第一步才做呢 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个 不好的办法来的 那 卡内基说过 摸着石头过河 都是逐步去做出来的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是 属于那个行业 你才去做呢 你会做到一些很多行业 是 应该会做下去是好一点的 但是比如举个例 这个是Cash Cloud的行业 它是分钱出来 或者它的reward是大一点的 你的成功机会是高一点的 因为你在当中 能够赚到很多钱 亦都可以能够平均分配 所有给的员工 和你的资源是多了 你的相对能力都强了 你将会继续去经营这个行业 是会好一点的 至于我自己本身来说 刚才我都说过 我会跳每一跳一个新行业 我都会做其他行业的 我其实以前都曾经做过摄影 wedding planner 还有很多其他的行业 我都要去了解当行业好不好 我才可以做得到 所以你的加倍努力是要给别人多 那你当然 如果不够 就来这个都会大学读书 一定帮到你的 对啊 对啊 想不到的时候就读多些书 我们进修一下 一定有更多的想法 对啊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他说我现在三十多岁了 自己和太太都有稳定的职业 稳定的工作 儿子都年纪上小的 自己希望可以尝试创业 但是妻子其实不太赞成的 就认为风高浪高 那陈博士 你当初是怎样说服家人支持你创业的呢 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都会有相同的问题的 说服人呢 最好就是你用你自己的感动人 你有多想 你有多真 或者你有多好的计划 那如果你能够首先感动到自己 你才能感动到你的家人 那当然了 你要输得 未必一定是赢的 那你也要计算到最坏的打算 还有你要给你周边的人知道这个后果 那当然你想到这么深思熟虑 还有什么呢 人生恭喜你 有这么好的老婆 也有这么好的小朋友 我相信你应该都想做些事情 给你的家人看的 也要叫太太听听我刚刚说的东西 看看能不能感动到她 也都可能约下我太太 我也不知道 我也想访问一下她 当时为什么这么傻呢 我说可以她也说可以的 那我就觉得是一个人生观影响你的 sorry应该是这么说的 你的价值观影响了你的人生观 首先你对一个东西有一个价值观 你才会影响到你的人生观改变 你是不是会想这样继续沉停了 你想不想继续向上呢 你会不会后悔呢 如果你没有做的 你将来在十年之后 人生有多少个十年 你到十年之后 你会不会再来一次 总之我那天开始 但是其实人生是不能回头的 在心理学上有一句term 叫做慢劫重申 要你重申重申 从零岁到现在 或者去到瓜老秤那段时间 要你重申重申一次 你肯不肯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肯 因为copy相同一样 我一定做 我一定要有一个重申的人生 我才会去做 那问一下自己 是不是一个机会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去多些准备好 筹备好 筹备好 走啊 这个是我给你的忠告 多谢陈博士给我们的勇气 好 接下来这一条 就是关于创业的了 他说其实他在创业 很多时候就算有人帮忙 其实到最后 都需要自己做决定的 不知道陈博士 有没有这一行的 有没有这一样的经历呢 有的话又如何去克服呢 大家其实都很依赖他自己去做决定 领军人去做所有决定 其实呢 这个是一个做领导很痛苦的问题 你对不对你都要决定的了 但是请你决定之前 先收足所有数据 不要有一个闯绝的决定 因为一个领导做一个决定 就是拿了所有数据在你面前 两害取其轻 如果一定要做决定的 麻烦你做吧 没有人是跟你背这个责任的 是你除了你之外 你要记住 你做完这个决定 你起不起得回身 我亦都有一个经验 曾经用了 输了几百万 当时是十几年前的 是一个很感性的决定 没有和别人签合约 去做了一个 装修很多 想过怎么都不会输 算了很多 但是最后我真的输了 那我呢 找了所有我的领导回来 拿了我最帮得手的 一人买了一个手锤 就是在当地那里 麻烦你和我一起拆烂它 但是今天我拆烂了之后 今天拆得烂 将来一定兴建得出来的 所以你要记住 你要去承担所有你的决定 还有呢 你这个情况 如果你能跳过 将来就不是你的问题了 我的研究里面 也曾经有一个研究里面 一个关键成功因素 很多人都认为 一个Leadership 是一个关键成功因素 但是当时呢 我就是找到 一个Leadership 不是一个关键成功因素 是不是很恐怖 原来为什么会做一个经营 一个行生意 老板不是一个成功因素呢 其实在我的数据回来 真的是这样 那我是用了很多的时间 去找找找找 去解答这个问题 原来最后呢 袁奇雪就是告诉我们 在这个创业阶段初期呢 你必须要负起这个大将军的责任 但是去到某个阶段呢 你是有没有存在 已经不重要了 你是身为一个领导 但是决不决定 不是你决定的 所以也都是对照了 告诉我 一个Leader 不是一个关键成功因素 所以这个是不同阶段 有不同发生的情况 最初什么都是你的了 你要记住 你是一个问题解决者 不要当自己是老板 今次你要记住 十个决定 有七个赢 就赢了 是不是 但是你如果 你真的想清楚 十个决定 只有一个是对的呢 那我就要小心 小心了 这些也是有过往的 往迹 你可以问自己 你以前的做决定 对不对 是 老板其实也有机会 落错决定 是呀 没错 只要不要做得太多错 其实怎么都可能会遇到的 那接着就关于这个 创业人才的问题 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很想创业的 其实很想知道 创业的人 需要什么的特质 或者是一些才能 才可以 对他做创业的呢 如果你是感性 又是理性的人 我觉得会恭喜你 意思是五十是感性 五十是理性 那你是精神分裂 那因为很多时候 理性 太过理性的人 永远是走不到第二步的 但是你太过感性 又输死你的 那这个特质呢 就是 如果你有 你首先问一下 你自己 在性格里面 感情性格 或者是你自己 个人的性格 是什么人 如果你能够 是保持平衡 这两方面呢 你是有其中一个特质 第二 我亦都会翻一样东西了 做一个sports analysis 你自己最强是什么 或者 甚至乎我刚才提过 成功因素是什么 首先 写下你的成功因素 先 譬如成功因素 有十五个 但是 你的关键成功因素 是有三个 原来 你关键是没有三个 那你就不要创业字了 那也是 说一句 在你的知识 你的知识 对你的帮助是很大的 有很多时候 我们要平衡的 如果你的职位 你的职位 是小过你的知识呢 请你继续去努力学习你的知识 才能够保持你的职位 行不行 不行 我身为一个CEO 原来我的能力是没有做到CEO 那你做得多久 是吧 但你能够持续永享下去 你一定要是 麻烦你的知识 是超过CEO的知识 你才可以在这间公司 或者其他公司那里去生存 所以你说有什么特质 再重复 你的关键成功因素 你做一个Source Analysis 你的强中之强是什么 你的S是什么 你的S中之中的S 你的最强是什么 给到自己的信心 了解自己 当然 再考虑自己的资源和能力 你的能力很强 没有钱的 没有资源的 那你就想办法去贷款 或者真的去博一博 但是原来你很有钱的 麻烦你又去找些有能力的人 回来帮你 那这个是用钱 去买些能力的 那你在中间是创业者 是不是 不是永远你做完的 嗯 明白明白 有很多因素 大家就慢慢去分析一下 听着陈博士的Guy 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些 新的想法 或者大家可以落到决定的了 接着这个位的观众 他就说他已经开了 网店一年多了 他就说都很好幸运 其实有一定的生意额 那最近的店铺租金 就慢慢回落了 那你觉得 现在是不是开实体店的合适时机呢 其实当初陈博士 你是怎样衡量开分店好 还是扩展生意的时机呢 哦 这个也是一个 都是鸡鸡蛋的问题 其实呢 要看你的网店是什么 原来一些产品 是一定要碰到 捉到的 也是 是会让别人感觉到 首先一样东西 你要有信誉 原来你自己一个实体店都没有的 而是帮到你生 因为别人摸不到 怕给了你钱之后 就走了 那这些 你又要想一下自己 是不是需要一个实体店 来去 去帮忙 那在我自己的工作的范畴呢 有个行业特性的 我们都见到的 永远在一个逆境的中后段呢 是最多人开始下注 最多人呢 最有实力的公司呢 就是在那个时间去掃一些地方的 掃一些地方的 那事实这家呢 今天也都出了个数据呢 就是说 甲级写字楼呢 在五至八年之内才可以回复回以前的情况 那事实这家的租是很便宜的 那如果你有个地方 给到你归属感 亦都是可以afford得到的呢 如果你在一个天花板 亦都去到一个司令的时候 你是很生意啊 我可以分享一下 告诉你 以前我的团队是没有团队的 我是一个人公司来的 我曾经用了五六个名字 是我自己来的 Peter John Calvin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我不想让人感觉 我只有一个人 每个人打 Peter 我知道这个是什么客 找Jonah 这个是什么客 接着呢 我去入数也是自己 当那个时间 我们一定要冲破 在那个时间 我真的再找多了一些人 回来帮忙 亦都是在 要打品牌 我们是有一个方法 是会希望有实体店 其实这个明妙的关系 就很难一概而定 我希望你听了我所说的说话之后 衡量你自己能不能够可以做到 簽了约的年期之中 不要揹到周身寨 是可以试下的 小豉油刀 刀仔鞋大树 慢慢可以由一间 开始去第二间 第三间 或者可以帮到你的品牌 嗯 多谢陈博士 接着下来 下一位的观众 他就说陈博士的分享非常之精彩 他现在就读中 香港都会大学的创意 广告及媒体设计课程 平时都有一些 一些part time job 例如设计 一些logo 这样的 但每一次设计都被客人 但回头 改完又改 然后去到最后 都是跟初告差不多 他说我想知道 怎样可以符合客户的要求 这个customer satisfaction 有段时间讲 亦是一个很重点的 但记住 都是向上管理的几个字 在你未开始做这个设计之前 他编导你的 他要买你的知识 买你的设计天分 你要首先明白 他的公司的背景 这些资料在哪里得到 现在其实是随手可得的 还有你可以拿他的对手资料 有些相关类似这些 去做一个设计 我自己暂时也是一个设计人 我亦都相同你的感受 最好便宜些 最好不用钱 但要买一个很好的设计 其实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每个客人都会出现 最后还原基本步 去到第一个 所以有时候 你说这件事是真人真事的 我们都会记住 你要记住 为何要兜了这么大个圈 不得科学 可能是感性 你可以要理性一点 凡凡设计也有设计 input 你的设计 input有十个 你的设计 output 麻烦你都起码 复充十个至十二个 那十二个是你给多两个客人的 如果你每一次可以拿到 customer satisfaction 不是把口说的 麻烦你细心点写下 对方是什么行业 什么设计 input input output是 fulfill input 那你拿到customer satisfaction 的机会大一点 加油 设计也都是一个 很好的文化产业 你慢慢 其实我都很难说 为什么 我今天可以做到什么呢 我今天可以做到一件事 就是 客人不说的东西 我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想怎样的 这个是必须沉淀回来的 可能你年轻 但是做到差不多年纪 你就会明白 甚至乎 客人会打电话来的 客人会快来打给我的 我是知道的 所以这个是必须沉淀一段时间 才能够知道客户要些什么 成功非挑衡 你要继续努力些去明白多些 设计 input 关键字设计 input ok 设计 input 就学到东西了 其实陈博士 你有没有遇过一些 真是你自己的 很难搞的朋友 真的可以跟他 建立好一个关系 之后都很长期的合作 有啊 我们的Facebook里面 都是有很多 很有支持 和很有我们的粉丝 是 刚刚刚说好 有时候其实未必是 你一定的 永远成功 我经常都觉得自己 一个问题解决者 我们用了真诚的热诚 去帮客户的要求 如果我都不能够做到的要求 我是要很老实告诉你 我不行 也是要退出 你要想起一个退出机制 其实客户会松了一口气的 甚至乎他会觉得 问题不在你那里 我也是会有很多客户 没有跟他做生意 但是后来 他很继续follow我们的Facebook 也都变了我们的勇 真人真事 有很多是这些 只不过就是问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尽了力 你不要当客户是傻的 他说你老板 他有自己的想法 就算你多聪明都好 是你要明白 你现在不是做一个发明出来 你做一个产品他喜欢的 你要记住 所有老板认识的东西 可能尤其是有些人 好像我们做了几十年人 是有少少智慧的 他是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你不要企图说服他 反而你有什么问题 你告诉他 他会和你解决的 在那个时间 那件事就可以融化得很好 嗯 即是和他真的沟通 是 有时推出未必是一个绝路 可能他之后有其他东西 也会和你合作到 是一个短期的暂时停顿 将来又会再重启大门 嗯 这也是一个挑战 这个观众说 相信很多人装修 现在都有趋势 在淘宝买料 甚至找他们设计图像 订家具 虽然质素或者会有参差 但是价钱贫很多 其实这个情况 对于你的生意 有没有影响呢 其实又如何对策 去应付淘宝的竞争呢 这个又是回到一句说话 消费者成本 嗯 消费者成本很简单的 他的成本首先 他在淘宝找了很多时间 都是成本来的 他要去拨打风险 也是成本来的 那我们就会 discode 他的将会失败的地方 当然 我都会面对着这些问题 但是事实呢 亦都是有些个案出现了很多 那我们呢 就会educate客户 或者甚至乎 我们是会协助他 你首先 不要杀在这儿 有好东西的 你不要觉得你自己是最擅长的 全世界有这么多好东西 你只要聋和他合作 也是一个空间来的 如果那件产品比你更好 你是不是应该金拜下风呢 是不是要将它 将它变成一个故事 成为一个事实呢 那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呢 我们是将客户的利益最大化的 关键字了 将它的利益最大化的意思是 为什么我明明在这里买这么贵 为什么不会在一个便宜的地方买回来 而将它作为一个事实之后 如果客户明白你将它的利益最大化 它是不是会相信你呢 每一次问你的时候 是不是会更加信你 好不好买 抵不抵买 做不做一个 这些我会不会死的 我会不会全军覆没的 我会不会被老婆骂的 儿子骂我 我买了这些东西 买回来就扔 其实这些一切呢 其实呢 都是消费者成本 那我们也有这个面对问题 但是我们不要怕它 我们是要继续接受它 还有要是 是参与其中 学别人的好处 别人做得我都可以做得的 所以我们不要怕它就可以了 嗯明白 面对和呢 看到别人的好处和时间 那我们就可以一路一路进步了 ok 接着呢 这个就是关于独资做生意的 他说呢最近就和朋友合资做医美公司 那其他股东呢 其实就建议将本身独资的美容生意 搬到合资公司一起发展 啊 请问博士觉得 应该怎么决定好呢 首先要想个退出机制 不要想着赢先 首先我们未想着赢 要首先想着输先 因为其实呢 有一句名言呢 有一句名言 我经常和我的同事 或者是一些合作的人都说的 我的条件就是不要吵架 我真的说其他东西都不说的 我就说呢 我们首先是一个朋友的立场 我们是一个partner的立场 我们重新再做一件事 我和我所有的合作伙伴 就和大家说 一样东西而已 我没有其他东西的 我退不做没有问题 我是 记住了 我说重复了 不要吵架 如果你能够感动了他呢 真是可以 吵架的机会少了 当然啦 这个是很感性的决定 但是刚才我们提到呢 你一定要 无论你去很多生意合聘的时候 未必赢的时候呢 你都要想定输 输我们怎么退出 而是当时退出的 我不是说 空口说白话 大家拿回一张纸出来 如果当发生问题 是怎么退出的 我们已经写好了嘛 写好了的 很理性地告诉大家 大家提出的 签名 好 分手都可以是朋友的 就算离婚 永远都是一个好的妻子 那你自然去减少了一些人生的遗憾 你想想 我们做人的生存 是为了 为了 生存是要喝水和吃东西 是不是 但我们生存的目的 是否真的只是喝水和吃东西呢 我们做生意 是否真的为了赚钱呢 只是赚钱之后 就什么都不用做呢 其实在背后 应该有一个愿景的 还有一个使命的 那如果你找到 共同目标的partner 麻烦你大家 读一读你的愿景是什么呢 我们的愿景是傻的 是创造幸福家庭的后盾 那你想想 原来我的员工和我的partner 都说是傻的 那我们将来 吵架的机会 都是少一点的 所以希望你找到一个 同愿景的partner 嗯 这一件事应该是 大家如果遇到的话 应该是觉得非常感应 不过这个也要透过沟通 是 真的经过很多讨论 相信 就会找到一个共识 而我们也听到 早前陈博士也说 遇到一些白落 这件事也是 我会觉得很幸运 其实我之前看你其他访问 就是说 其实都很迟才遇到这个 没错 没错 一开始都是靠自己 没错 其实我刚才提过 第一个白落 就真的很好 就是很想我成功 很想我真的 一路一路提升 那其实这个人生 我那时候不懂珍惜的 其实人生 好几十年 但是很多机会是失败了 头那个你太小 不明白 中间那个不知道 愚蠢蠢就走了 最后那个 刚刚你心智成熟 你捉紧这个 第三个成功机会 你发达了 那我的白落 真是迟出现了 亦都是我 我的博士的 律民老师 他教了我很多东西 他给了很多 认识我 都教了我两样东西 我都在那里学到 我觉得最强的是什么呢 他的严谨 和他的认真 认真是一个态度 严谨是一个行为 我将他学足了之后 我会用多些时间 去反复去看看 我是否很认真 我是否很严谨 错也好 我是在严谨之后的错 所以我不是说 五点多在身上 当时最清楚 看看自己有没有错 昨天做成什么 今天会不会做错些什么 会不会去到 去到第二个大楼 有很多东西都要做好 计划的 那你的后果 做多一些QA 不要做多一些QC 就是那个Quality Assurance 是很重要的 那你呢 因为我自己在大学 都会是专注教这个 TQM Quality Management 所以那些人是执着一点的 亦都是麻烦一点的 但是自己改变一下 希望这些东西都做好一点 嗯 听到的话就是 陈博士其实很好 他反复都会每一天去评论一下 究竟有没有什么 是自己可以进步的空间 其实我相信 今天大家都学到很多东西了 最后就是有人话 就是有观众话 就是博士的分享非常实用 还有鼓励 好多谢博士鼓励我们 那学校其实会不会有录影 可以让我们重溫的呢 是有的 所以大家留意着 我们香港东会大学的资讯 和校友事务 做HKMUAAU的Facebook专业 就可以知道多些 我们最新的update最新的资讯了 好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首先多谢 多谢 非常之精彩的分享 因为我相信 除了我自己学到很多东西 你也学了很多东西 相信我博士应该满了 好有机会记住 慢慢再重溫一下 今天非常之大 多谢 之后我们也会继续邀请校友 分享一些职场实践经验 扩阔大家的视野 请大家继续密切留意着 即场新角度 网上讲了系列的最新消息 怎样可以知道呢 最后也提醒了 当然有请大家 like和follow 我们校友事务组的Facebook专页 即是HKMUAAU 大家也可以follow我们 都大校友大使都大猫 Mumu的IG 稍后大家应该会看到一个QR Code 在search搜寻一下 就可以拍一拍 或者用这个QR Code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好 再次多谢陈博士 多谢大家的参与 晚安 拜拜 拜拜